欢迎收看周末新闻追追追真相追是非追到底我是高文英我是林文峰好84天了84天我们来看台北市的联科对决现在看到一个现象是什么民调的部分现在柯文哲是大赢连胜文12%的连胜文他有办法逆转胜吗大家都在看哦再来除此之外柯文哲他在篮中之篮篮中之篮哦各位他在这个选区里面大安区他的民调柯文哲的民调还是领先的哦我们要持平的来看现在民进党喊出什么做酒 那几乎是被民进党拿下了吗好文英讲这么多我就想吐槽啊当年阿扁市长这民调多高最后啊无情的市民展现出我们强大的情操嘛所以啊柯P现在不要得意的太早连胜文也还没输不过我们要来看看胜利连线成行之后今天我们带你来看看朱立伦的几个动作最近啊他跟游席坤在脸书上炮火四射听说啊这个新北市市府的市政会 会议里头啊朱立伦也是相当不满认为他被对方抹黑但游席坤真的打到他痛点了吗还有今天的焦点人物我们包括了请到了亲民党的副属事长刘文雄还有我们的立委罗水聊现场要谈什么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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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评论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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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任何的政治算计 我们看到 办一个张显耀 可以千军万 办一个黄景泰 可以说是请朝而出 但是选在这个敏感的时机 刚刚我已经特别提到 就在选前几天 就在登记过后 抓了黄景泰 是不是其他的县市 杀鸡警猴 要大家想要选的 还有不想选的 赶快表态 这背后真的有这么多政治动作吗 我们先来看看黄景泰事件 计长有没有委屈 计长 准备进入看守所 黄景泰红着眼光 误发抑郁 被依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收押禁件 黄景泰这回真的笑不出来 涉嫌利用同案的共犯 以不实的凭证 榨取基隆市议会财务 供给私用 利用职务上之机会 榨取财务罪 犯罪嫌疑确实重大 另外可能有勾穿共犯 或证人之鱼 光是这三个月以来 黄景泰从议会办公室 到服务处接连被搜索 四次进出地检署和法院 三次深压不成 没想到这一次 差池难非 涉嫌诈领公款上千万 加上有串贡灭证疑 地院裁定收押禁件两个月 消息一出来 黄景泰竞选办公室 涌入大批群众神员 本件程序不合法 何来的实体正义 没有程序正义 就没有实体正义 所以我们一定抗靠到底 政治迫害 司法迫害 白色恐怖 你不在我身边 我会加油 丈夫被押 失去依靠黄景泰的太太 一度情绪激动 全身贪软 逼师父排除六号 就提出抗告 在这之前 黄景泰只是在看守所里 度过这个中秋节 好 刚刚我们所看到的是 黄景泰的另外一半 站出来 现在说是要代孤出征 但是关我们来讲 说他这个是一种 司法迫害吗 外界啦 外界在看 司法迫害吗 政治迫害吗 还有他的太太 誓言就是要拼到底 这个原因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次检调的动作当中 当然我们支持检调 针对所有的不法案件 弊案本来就要查到底 可是选在这个时间 大家会觉得奇怪 很多民众说啊 这时候国家的事情这么多 有这个坠机 有气暴 为什么选在选前 也要特别来侦办这些弊案 检察官这么认真吗 不免让人家联想到说 是不是在选前 透过了所谓 司法的手段 最后啊 搞不好黄景泰也就退选了 然后呢 其他的候选人 也能够顺利当选 那这当中 是不是要逼退黄景泰呢 我们先来看看 其实这一次 是第五次的生压庭 为什么 之前黄景泰 这个专访的时候 其实他 我在上个礼拜 针对他做了独家的访问之后 他信誓单跟我說 前面三次都没事情 可见 他觉得不应该被压进去 第四次的时候 他的律师也很厉害 他认为说 整个程序不符 为什么 你今天把黄景泰 请到这个调查站 第四次来说明的时候 你并没有告诉他 设犯什么罪啊 也因此这个司法程序上 法官是接受的 认为检察官 程序不符 退回去 最后在凌晨 第五次再生压的时候 哇 这次没办法 为什么 检察官就是准备了 包括了当事人 所有的单据 发票 以及口供 最后呢 让黄景泰 是不是摆口摸面 当然整个侦查过程当中 我们没有介入 我们没有看到 但他步出 整个地院的时候 他是含泪的 走上了球车 他的太太 一个老师 其实啊 黄景泰 大家发现在政治事件过后 他是偏向走什么 走这个教育的选票 所以太太出来之后 他走向的是 关心十二年国教 但是民生 毕竟挡不过政治 这次收押之后 在基隆地方上 真的能够替谢立功加分 或者是把票全部送给林又昌吗 吴大哥 张景泰案是悲剧还是闹剧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比较像闹剧 至少他没有被收押 那黄景泰案是表示 基隆市悲情城市 白色恐怖呢 还是政客多落 叫多落城市 我们再看 但是黄景泰预长被收押 是一个很重大的地方政治的转折 一 报贾账案 他的秘书 张维之秘书是被收押的 第二 月没入案 白手套 私议员 正义信也被收押 那就是 如果没有相当证据 法官不会收押的 所以包括这件事是以贪污罪 勾窜面证作为例 但是我们不解释 之前三进三出是图立建商案 是另外一个案 另外一个案没事 为什么突然又冒出两个案有事呢 我会提出质疑 一 为什么在 黄议长登记后 动作如此之大 不寻常吗 时间点 第二 在我们来看 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 欲除之后快 我们不得不做政治联想 第三 为何如此的针对性 针对一个人 当然主持人说 杀鸡敬鸿 我有道理 最明显就是减书端 他就以黄景泰案做例子 说我公婆告诉我 不要再选了 不然会变一样 会出事 包括你看 我们远在花莲的傅昆奇 都害怕 在选权跟二审 突然定业了 所以把他 你看他也双保险 一起选了 那当然我们也质疑了 那么黄建廷跟徐耀昌 为什么选在那里 选了未决呢 大家都会做比较的 我觉得这些疑点 如果不适宜的话 我们是旁观者 对检调 司法的公正性 是大打折扣 我常一再地引用 台湾明星指标民调 有六成九 就七成了 人民对司法是不信任的 好 下次黄景泰 仍然去参选资格 如果退了 那应该不叫曹操了吧 曹操应该不轻言退吧 看出来他会打死不退 但很难讲 这很难讲 因为人在建议里面 意志又不一定 从这个局来看 我不谈私吧 从政治面来看 显然的 国民党他意图营造一个 再回到基隆 蓝比绿 六比四的蓝绿对决 基本面 这样对谢力公是有利的 但是即使如此 如果黄景泰不退 一层乱局 当然是有利于 这个林佑昌 渔翁之力嘛 所以我还是提出质疑了 我想我们要提出质疑就是 到底黄景泰是 政治追杀呢 还是就事论 是依照政绩办案呢 我觉得基隆选民 他有特殊的观察 我们是盘观者 他一定有 他特殊的判断跟觉诊 但是我们看到 基隆是有 18位司议员都涉案 这空前未有的 因为前不久 这个台南市议会 只是国民党 失言跑票就被开除嘛 金融市更严重耶 两党都有 会不会造成 整个地方政治的反转呢 我想我们应该请教 这个熊哥 他比我们 能够第一所了解 但是我提出质疑 很怕 这也是很多选民或人民 或外省市在观察的焦点 好来 俊哲我们再看倒数84天 84天这个时候黄景泰收压 这怎么回事 大家说我们刚才讲 就是一个政治迫害嘛 还有我们要提出一些质疑点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的时机点 非常的敏感 但是当事人怎么讲 当事人是说打死不退 其实这个时机点 是相当有效的 为什么说有效呢 杀鸡仅猴 杀鸡仅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过去国民党掌控 我们所有候选人的 唯一方式就是用党机器 但看来这段时间 党机器已经没什么作用 所以只好用出最后的方式 就是司法机器 黄景泰我们刚刚可能 自己一下聊天有讲 如果他今天是礼拜五 去登记 说你们不会这样子 礼拜二登记 刚刚好我就把你抓起来 让其他选区的候选人 看哇 原来黄景泰这么勇敢 最后的下场是如此啊 那如果我们也跟着他一样去登记了 不接受党的整合 那是不是最后会有另类的司法整合呢 我想黄景泰就是最直接而深刻的例子 那另外看出来 其实国民党这次牺牲了基隆 我再次强调是牺牲基隆 为什么要牺牲基隆呢 第一个是当初黄景泰对这个党的形象伤害甚深嘛 所以他才要动黄景泰 而且要动得相当积极 有作用 立刻派了谢立功下来选以后 再做一些大动作 查他的越美案 查他的这个贪污案 最后赶快形成这个 可以抓黄景泰一个机会嘛 所以今天黄景泰才会这个下场 但是选举结果会如何 真的还不知道 我举一个过去也做一个在新北市的例子 那个苏友人过去马英九也是想把他除之而后快 找一个立委的妻子去跟他选镇长 结果最后他们全家背着彩带 然后穿着黑衣 然后拉着白布条在路边跪啊 最后苏友人创造的这个奇迹 他在狱中当选了这个镇长 所以其实不见得这次国民党在基隆市就能成功整合了 但是国民党已经成功整合其他现实 在整体来讲 国民党这是司法机器的整合 是非常成功的 好除此之外 我们在观察说基隆检调在这一次 他是不是已经沦为这个政治工具 是不是已经沦为所谓的政治工具了 好其实国民党可能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三国分立啊 我们就看看上一锤三国分立的市主 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的这个亲民党副运事长刘文雄 雄哥 之前其实你过去的选举 当然有时候会出来选是不得不然 为什么 这是选民所托嘛 到时候 其实啊 有时候说人家说候选人是被退上去的 可是你怎么看 从过去你的经验 到这一次 你觉得说在地方上的观察 黄景泰他的冤屈当然他认为他是冤枉的 可是呢很多人也觉得说 马主席包括你整个领导的内阁啊 司法系统这样很好 有弊案就是要办 国民党啊 我这一次去采访的时候 他们党部主委跟我讲 谢立功叫做毫无瑕疵 他们认为是毫无瑕疵 至少马英九给基隆人民 我给你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市长 可是这个对民众来说 他们买单吗 呃 现在的 先讲地方了 细节先不谈 地方的反应是这样 就是说 两败俱张 国民党的不管叫做黄景泰 或者叫谢立功 那黄景泰 如果在昨天没有被押的话 情况改变 恐怕国民党的票 就是谢立功票会更少 但现在因为黄景泰被押了 很多人大概 就自台而退了 但是那个悲情的票多出来了 呃 但是怎么多怎么减 反正不足以当选 所以我昨天开玩笑讲 我可以代表中央选委会啊 宣布 民进党的林又昌当选 可以当选 你能在立观察之间 虽然没有人认为林又昌是一个 你那么笃定 应该是确定的 虽然没有人认为林又昌是一个 就像台北市一样 不是一个很能干 或许能做得很好的市长 虽然他的竞选总部都很漂亮 呃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两败俱伤 国民党也有三五万票 那黄景泰 呃 从他第一次在庙里面 庙前面宣布 到这个提供七万份的 这个联署 到登记那天 到昨天的 他的办公室啊 我先讲他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本来在人一路 很大的地方 结果因为不提名 经过一两个月的折腾以后啊 那个地方不敢住他了 他现在住在一个小地方 这昨天大家看到 在电视大家看到 那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很长条形的房子 那么 每一次的人 越来越少 关键性的人也越来越少 这代表现实 政治现实嘛 甚至于说 他的金主都被他拖累了嘛 所以金主 也是我 也是吴敦义的金主啊 所以这都被拖累了嘛 所以当时吴敦义整合不成啊 整合无力 为什么 你平常是看人家的吴敦义啊 不是你在主导这些事情嘛 就是说 这些有些金主 有些地方失地 你就来挖行了 对吧 靠行计程车你知道吗 吴敦义是靠行计程车 好 那我们现在讲 现在这些细节啊 包括刚才有讲 如果礼拜二 不要礼拜二登记 是礼拜五登记的话 台湾各地的国民党的选区呢 会有更多分裂的现象 第二个 刚才讲台南 台南是因为 有几个议员 投票 没有投入国民党 开除 现在台南啊 大概 这个黄秀会是吧 黄秀双 他只能说 要不可以拿了10万票 20万票 是这样 这个想要当选 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 黄景泰在基隆 选这个议长 他是有很多的曲折了 这里面我都参与了 这个曲折呢 是 他是维绩啊 那维绩投给他的 你应该扣掉 民进党那个九席以外 那其他都 国民党投给他的 那国民党要不要先开除 那为什么这次民进党有九个人 要被到法院 要到地检署去问爱 因为当时 承诺了没完成嘛 只好靠这四年的议长 补贴他们 这些补贴 补贴坏了 所以你看地方政治啊 碰到好的人就好 因为黄景泰在四年前 就是一个小议员 这四年因为他当了议长 那议长变成市长是 好像理所当然在基隆 他立刻就加持了很多分数 再加上每一年 有两千多万的预算 他可以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也造成今天的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 你是不是用了一些东西 当然还可以害死两个包商 这两个包商 我先讲 那两个所谓礼品的 或什么的商人 那些商人的朋友 尤其这里面很多都是青壮派的 我简单讲叫青商会好了 青商会的话 统统跑完了 绝对不会投给国民党了 对不对 因为你国民党的意义上 造成这样的事情 那你国民党要不让他选 你有很多方法 只有你用了一个最烂的方法 你把他收押了 然后你收押他就算了 你把这些包商 这些包商做点生意 你只要开一万跟开十万 他就动个笔而已 他也可以说有价值十万了 他因为帮忙你 他也被收押 这些我在line上看到 所有青商会的人都都反掉了 所以国民党的谢立功 他是个好人 可能是无瑕疵的人 可是问题是 他个地方上完全无缘缘 那所有这些包袱 他一个人要承担 我还必须讲 越美路 越美路怎么会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问那时候内政部长是谁 李永远 我不晓得 请问内政部长那时候 你怎么准他 是不是 开潮 这个赵路 OK 很好 可是如果你当时准他 今天不应该有问题 你怎么会准他呢 你那当时的部长请出来讲 是不是昨天有陪他登记 我不晓得 还是前面的那个前面的那个 李永远昨天陪 谢立功登记 还是江一话 我不晓得 就请部长出来说明 你这个害死地方 如果不能做的 你中央就不应该把钱补助下来 你补助下来 那请问这个市长没问题吗 只有议长这么厉害 那金融市早就 黄敬太早就当市长了 他不是当议长 议长怎么可以管这么多事情 你市长是不是也有问题 所以我说 这个地方政治整个乱掉了 为什么会乱掉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乱掉 因为以前执政的人不叫马英九 马英九执政以后 我跟各位报告 昨天前天四五天的这个 食品石油的问题 你知道今天马英九去哪里 还在辅选 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 马英九总统 我尊称你的总统 不得已 马先生 你还有心情去辅选 你的官员 第一时间叫收水油 然后接着 张一话开完会 叫什么 叫劣质猪油 劣质猪油还是猪油 那当然他说没有问题 他收水油绝对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代政府叫什么 叫劣质政府 不得不啊 我说到这里 我谈记录已经谈得太小了 整个政府出大问题了 所以你刚提到的是说 其实我们在看 协力工林永昌 还有黄景台这三个人 民调理议确实林永昌是最高的 报言是意思的 你说那林永昌你赢了 这没什么好光荣的吗 这是没什么 那你绿营目前为止 你现在喊出这个坐久忘时 抢十一 基隆几乎已经笃定是林永昌了 这个我请大家看这个 这个报纸上是什么 参选登记截止日 黄景台收押加一个十 真的是这样子吗 好像看起来事实上是这样子 回到主持人您刚刚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黄景台的被被羁压 所以导致执政党的这个选情低迷 而林永昌减到便宜 我想不是吧 林永昌跟林家荣一样啊 在那边蹲点很久 林家荣蹲了十年 林永昌蹲了也差不多十年了 这十年来林永昌并没有在 譬如说在外地经营事业 不他上一次选还是输啊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那所以从上一次选 四年后的努力啊 事实上在黄景台的这个 这个出事情之前 有时候他被约谈下升押 第一次被升押之前 林永昌跟黄景台的这个 那时候他还是国民党的 这个提名人选 林永昌跟黄景台的这个民调 已经在误差范围内 所以我觉得其实某种成论 这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其实 有没有一个刚刚俊哲讲的很对 有没有一个杀鸡紧后的作用 可以看到 桑化县的柯成坊 没有去登记 前一天还弄个 他的后援会还弄个 东风吹战鼓雷什么 要去登记 大家要去努力 第二天怎么不见了 怎么云淡风轻了 第三个 李朝鑫的太太 简树端 怎么没有去登记 之前没有看到什么样子的 这个协商啊 协谈啊 李朝鑫还有官司 卓柏云的弟弟 还有官司呢 柯成坊是卓柏云一手提拔的一个文官 上来当副县长的 你说他不用听这个县长的 卖县长一点面子吗 然后他看到的黄景泰的这样这个例子 他讲说 说李朝鑫搞不好 我如果强硬登记下来 我以前过去当課长 当局长或当什么的 东西不会被人家翻吗 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在是 现在还停留在司法行政的阶段 因为要在检调 是司法行政的阶段 检察官是要 检察一体是要听检察长的 检察长要不要听部长 要不要听检察总长 从过去黄世民的案子 就可以看到检察总长 赤裸裸的干预到 这个个案的侦办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台湾虽然是民主 是政治 是法治 我们也尊重司法人员的 这个所谓的司法独立 可是司法做的情形 之前的这个 这个收水也有好 这个有毒 这个不纯劣质猪油也罢 他的这个总经理 姓郭的五万块交保 那为什么 为什么之后 这检察会那题抗告了 五万块交保 伤害那么大的是五万块交保 黄景泰 这个为什么是收药 我觉得其实应该可以讨论 这可以受公平 因为裁定已经做了 收药要件不外乎 重罪逃亡之余 然后有勾串 有灭证之余 拜托 他的证据是什么 是市议会的账簿 怎么灭证 这公文书 第二个 有没有勾串 如果要勾串 如果距离上次几个议员被约谈 已经三个礼拜 要勾串 早就勾串完了 早就勾串完了 如果说真的是月梅路的情形 是不是应该在第二天 就应该约谈 黄景泰 没有 隔了三个礼拜 那你说 如果说已经有勾串完 你现在收药 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有什么实质的意义 第三个逃亡 他现在要选市长 你是不是逃亡 我真的觉得 我为什么会 黄景泰的案子会 争辩了二十个小时 我觉得其实也不坏乎 这个收押的理由 收押理由 是不是 是不是真有这个疑虑 那当然我们尊重法官的裁定 可是你知道 之前的三次的 之前四次的积压 每次的积压庭 是不同法官的 是随机 积压庭的法官 跟主审的法官 是不同人的 所以说你可以 这基隆地方法院 就是这么几组法官 几个组几个鼓 然后这一次踹 这个不准压 第二次再踹一遍 不准压 我总有踹到一次 法官愿意 这个积压的吧 我觉得是司法 可以用踹的吗 我们觉得其实 这部分 我觉得其实 地方法院也好 地检署也罢 法务部也罢 应该给大家 一个清楚的说明 这个说明是说 要符合一个比例原则 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真的积压 我们再次重申 我们尊重法官 尊重检调 但是检调在做一个裁决 在做了起诉书 做了强制处分之后 要给人家一个 清楚的说明 黄景台北修压 但是我们在想说 坤峰那对谢立功来讲 这对他来讲 是个大力多 我已经提到谢立功 其实我也采访了 谢立功身边 我这边透露一个 小秘密好了 其实就跟司高 等一下想请教你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台北市的团队 怎么看 因为谢立功身边 所有的人 包括他的核心幕僚 都是从总统身边 过去打选战的年轻人 或者是有经验的 再加上地方党部的系统动员 他的海报 是党中央帮他印的 因为这个经费直接来自那边 这些都可以证实 这是因为主委跟我聊过 他的造型 朱立伦副主席 帮他特别 settle的 这样子的规格 当然或许在台北市看来 马主席觉得说 连政委你爱自己选 那你就自己选吧 你怎么看两边 包括说北北基 大家是一体 胜利连线 那现在基隆这样的状况 跟台北市 你怎么看 谢立功是临危寿命 临危寿命的 那当然多一点资源 去帮助他 那他在最短时间之内 能上轨道 我以我个人的观念 我觉得OK啦 可以接受 因为他毕竟 对那边人身地不熟 然后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帮党扛这个责任 我觉得多给他一些资源 我想对于其他的 党籍候选人来说 这可以接受啦 没有问题啦 我大概不必那么小气啦 然后这些 这些不论印海报也好 或是一些 服装指导也好 我觉得这都是 选举里面的小细节 但是我要谈的是说 司法的细节 我不去谈 我们并不是了解到 其中的这些 区区折折 但我要谈的是 如果今天 黄景泰 还是国民党提名的话 我要请问大家 整个的媒体 舆论 要怎么去 可是刚刚如果他今天 是国民党提名 或许 这个案子不会办得这么快 但是也或许是 检调继续办 有可能 事办六年 也不可能 也许可能 也有三个月就可以办好 因为现在坦白讲 我们的检查机关跟法官 已经很难有 单一的政治力 可以去做影响的 像以前有的大佬说 什么 法院 是国民党 这段话 这个话 其实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我想 宁可从另外角度看 假设今天黄景泰 还是国民党提名的话 国民党在 全部的选期里面 会受到多少的责难 跟指责呢 我这边要谈一个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 大概在七八年前 八年前了 那个时候 当时的许天才 刚选上 基隆市长 许才利 许才利 不好意思 讲错 许才利 玛丽兄弟 对玛丽兄弟 那时候05年的时候 玛丽兄弟帮他 这个 试造的很成功 让他选上基隆市长 但后来也是因为案 好像是 也是那些贪污的事件 然后面临到一些司法的部分 那时候我们567的朋友去基隆 好像叫联署 然后请他自动请辞 但是在那个阶段 我们在联署之前 在做准备的时候 我们就承受到 基隆的地方的政治人物 而且很妙的是 不分蓝绿 不分蓝绿的政治人物 包括通过什么议员也好 收视人 还有的还跑到我家门口等我 吓一跳 我也是熊哥 不是 但是我很希望是熊哥来选基隆市长 那我跑到我们 就是要挟我们说 你们不准去 第二天不准去 当我们去的时候 就围着地方上的一些人 就围到我们 把基隆活在那边 把他围我们 让我们不能出去 所以可以看出来 基隆这个政治的局势 还有他地方的人脉 坦白讲在利益的分配上面 可能是超越蓝绿了 可能是超越蓝绿 所以在这一局上面 黄景泰走了之后 假设退出选举 或是在比较弱势的选举的情况之下 那谢力宫到底能不能当选 我倒觉得 我个人是有点怀疑 那之间呢 甚至这个林又昌跟黄之间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 底下的一些交换 来共同对抗谢力宫 我觉得这是可以慢慢观察的事情 是 来 立宏84天 这个时候被收押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在彰显耀之后 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又跟一个司法案件 扯上关系的一个人物 我先这样讲 刚刚这个昆峰有讲到说 你访问这个国民党的 基隆市党部 他说是力宫好歹是个毫无瑕疵 当然这句话我觉得有意见 有人可以毫无瑕疵吗 我不相信有人有毫无瑕疵 但是你可以说是力宫 现在对基隆人来讲 也许还算是一张白纸 因为很简单 因为很简单 有没有瑕疵 还要看当权者要不要揭露 是不是 人从政 说实在的 绝对会留下一些值得讨论的东西 我不相信人有这种毫无瑕疵的 所以今天的关键就来了 你的瑕疵 如果你听话 是不是就可以被按压下来 这才是我一直在 这几天一直在 在思考的假设性问题 我们就来假设一下 如果黄景泰 在前一阵子 接受曾永泉的劝退 就是说好了 继续选议员 不要选市长 你去选议员 继续让你当议长了 如果当时黄景泰 不坚持参选到底 他同意了 他不登记市长选举 他去选了是议员 如同现在嘉义的 萧加班的萧淑利 他选了议员 那会有后续的 包括月梅路的案子 以及现在的所谓 掏空市议会的这样案子 积极如律令的要办 甚至生压不成 还这个一度主动撤回 然后你会觉得 我会觉得就是说 没错检掉单位办案 我们要支持他 但是我会觉得 至少从我一个外 第三者来看 这检掉单位的动作积极到 我觉得基隆市的调查站 以及基隆市的检查署 应该成为全台湾 这些检察官跟调查站的模范 以后办事效率 就必须要以向基隆看齐 力宏 以前办市长特别费 也没有生压马英九市长 是不是 从来我告诉你 从来没办 没看到说 也是核销发票 对一个检掉单位 就是说基隆检掉单位 这效率快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肯定 我希望以后 包括台北地检署 包括其他苗栗 新竹 这些检掉单位 你们都要比照办理 高雄也一样 就是你有那种强烈的企图心 我非得抓黄景泰不可 而且就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你把黄景泰收押进去 果真嘛 一个一个全部 本来要跟国民党做对抗的 全部都乖乖的 鼻子摸一摸 我不选了 对不对 柯成芳 我要选立委不选 为什么 因为如果被林昌明当选了 就控出一席所谓的立委 你看这像不像是政治交换的结果 像啊 那你也不晓得说 到底李朝鲜的老婆 他宣布退选 他说是没错 刚刚胡大哥讲 他说是因为看到了黄景泰案 所以他婆婆叫他不要选了 但是你也不晓得 他们到底换了什么 别忘了 李苏丹曾经还有一个 简苏丹还有一个新闻 这个看一下 他曾经车子被枪击 今年三月份 对今年三月份 李朝青的太太车子被枪击 开枪 所以我就告诉你 这个时候啊 过去长期以来几千年来 就有所谓的民不与官斗 你要跟当权者斗 那说实在的 这个下场可能就是跟黄景泰类似 可不可以比这个 查一句话 就是说 司法不应该有选举加起 其实也没有像刚才 这个力宏说的 哇 急急如律律 马上弄出来 这有两个令人可以思考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现在这个调查局 调查局不是昨天才出来的吗 应该几十年几百 不是几百几十年了 那为什么一年前 两年前三年前的调查局 这案子发生都那个时候啊 那那个时候调查局在睡觉吗 还是那个时候调查局没到基隆来 这都是两三年前的旧案哦 越眉路跟这一次的那个 恐怕要检讨 当时的调查局是不是有辞案嫌疑 第二个 你说做假账好了 什么掏空啊 昨天发生了吗 不是啊 那为什么发生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还是有人故意仰案子 你从这些来看啊 台湾真的算是好 最近不是媒体写 李红元说 台湾不可能成为一流国家吗 那李红元讲的还真准啊 但是李红元讲的是建设问题 我是说从司法来看 那根本不是刚才我们 我中心英雄说69点几 应该690几了 都没有人相信这是司法 所以我刚刚第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谢立功 他接受劝退去选议员 会有后选的孩子吗 第二个假设性的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 熊哥刚刚所提到的 如果 如果 这个黄景泰 他的民调还是遥遥领先 是 林又昌 请问这些案子会出来吗 李让 啊 李让 我就说这些案子可能都不会出来 你要知道 如果不是廉政署 我觉得廉政署 这些年轻人啊 恐怕是 意外的查到了 这个 这些所谓的图利建商案了 使得这些老经验的基隆的这些调查站好 这个在手上收到了这些证据 或者是收到检举 其实已经很久了 压案 压很久了 结果想不到给廉政署去办出来了 结果哇 这个 谢立功 对不起 这黄景泰的声望跟知识度立刻下滑 影响全情 而且 透过媒体的报道 它是全面性的影响 你看 这调查局 后 这后续的案子 都都调查局的案子 郑敏调查局过去确实把 案子按压下来 也让我怀疑 就是如果今天黄景泰 他还是国民党提名 他还是 这个 如果他的声势不最 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同苗栗的 许耀昌一样 那 会不会有后续的案子 这是我第二个假设性问题 你看看 徐耀昌 投犯镇长 判刑九年 结果 竟然国民党 明明有党的规定说 一审判刑有罪 就不能提名 说是什么 哎呦我们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 我们规定这个办法的时候 这个徐耀昌 这个 法律不塑及既往 法律不塑及既往 天啊 你要知道 徐耀昌犯案的时候 国民党的规定更严格是 起诉就不能 就不能 就不能提名 结果现在他把它 标准往后退到说 一审有罪就 就不能提名 结果竟然以所谓的 不塑及既往 让徐耀昌可以继续来选 苗栗的县的县长 你看告诉我 这标准何在 所以我必须讲啊 所以有权力的人 希望 通过各种影响力 来有利于自己的政权延续 我觉得无可厚非 但是其实我还真有点期待 就是说能够立下一个 我觉得 政治啊 真的很 我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让人家骄傲的国家 但是我必须说 有些手段 确实 如刚刚刘英雄所说的 李鸿源说 台湾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 即便检调单位 他是真的想办案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一群人 会有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 这种感觉起来就是杀鸡 紧猴的这种手段 甚至包括联合报的地方记者 别忘了 昨天在联合报的A400 特稿写什么 检调 会不会是影响选举的上帝之手啊 连地方记者 联合报的地方记者 都有这样的怀疑 我再次强调 我们支持检调办案 但是像基隆的如此 积极办案 他就是凸显了 凸显了其他的这些检调单位 简直是 简直是眼盲啊 耳聋啊 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 杏竹县 记不记得前几年 前一阵子发生了 这种议员 而且跟县长关系很好的议员 还有立委的助理 共同去搞这种所谓的教材案 回扣多少 七成耶 你知道一般工程回扣顶多两三成 这个教材回扣案 七成是大拿来当回扣耶 给学校的是那种烂教材 不能用的教材耶 这个贪图案 报一次之后 后来有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 检调单位有没有记忆查办 没有记忆查办 所以我就必须说 新竹县的检调单位啊 你们远远不如基隆啊 我就说应该要朝基隆 向基隆看起啊 是 是这刚刚立红提到一句话 蛮像浮笔啊 不要去得罪 现在的掌权者跟当权者啊 这一句话我们要讨论啊 好 民真的不予关斗嘛 洛源 您过去也在基隆念书求学 在那边 您过去曾经提到说啊 你现在在回到基隆啊 真的没有改变耶 可是这一次喔 谢立功的事情 您也是国民党籍的立委 有像大家这样阴谋论的观察 司法被拿来作为打压 或者是帮助某特定人选啊 或者谢立功真的是喔 从党中央国民党改革的开始 踢开基隆地方分赃的大人 我国民党我确实是蛮对不起那个基隆啊 那个从那个习财力啊 一直到那个什么张同龙嘛 那个每次名到最后最后一名啊 那国民党真的是要深切反省啊 应该替基隆人啊去找一个喔 真的能够替基隆人创造福利的一个市长喔 那大家都知道说 我讲过很多次 我说假如国民党 就现在的国民党 有办法去控制检调或控制法院的话 那这黄世民不会判刑的 那这个黄警态啊 也不会被那个爆出来说 他是徒利建商的 因为假如国民党假如说为了险情 那当时就不要抓黄警态就好了嘛 因为当时的黄警态的民调 也是比那个尼佑常高嘛 所以就干脆就是把它控制嘛 那黄警态案子会爆出来就证明说 国民党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检调嘛 也没有控制法院嘛 所以才有三次收押 三次都换回来嘛 那当黄警态被爆出来说 他徒利建商 又从他的办公室里面 收到那么多的现金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在座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个 我们这些这些评论员 大家都在讲说 国民党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赶快把还钱再换掉 这样的人还能够让他继续闲下去吗 所以国民党从善如流啊 他把他换掉了嘛 那换掉以后大家也承认说 谢立功 虽然那个刚刚立宏讲说 一个人的人格 绝对不可能是无懈可及 也一定有瑕疵 可最起码目前没有看到瑕疵嘛 目前还是看到说 瑕疵甚至不听话之后 瑕疵不会出来 还是很清新的嘛 那假如说 政党他能够用说 哎呀好像说抓到人家的瑕疵 去控制人家 那先前条件你也有办法 你也是要小致被人家抓啊 你说假如今天李朝青的太太 或者是说什么加一次的这些人 他假如突然坦荡荡 没有小致被人家抓的话 那你在怕什么 他记得当初我要跟蒋康元拼出血的时候 他不找了一个莫须有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来恐吓我 后来发现乌龙一见嘛 所以有没有办法被威胁 也没有啊 那个人恐吓你 他现在他的位置更高了 你觉得这些相对手把那么类似嘛 可是最起码我没有被恐吓嘛 因为我心里有数嘛 我坦荡荡嘛 那也就是说假如你们这一些 你说现在大家都认为说 哦他退选 大家显然大家没有像洛源这么坦荡荡啊 大家退选 很多人就退选了 所以说有问题的话 那你就平安帮我退选嘛 那这也是好事啊 不是坏事啊 如果说有问题 这些人有问题 听话就不用办他 那他们才会听话嘛 那现在没有抓到嘛 还没有抓到不知道嘛 对我到底会不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嘛 那今天 那当然每一个地方的 地方的那个检调单位 那个办案方式不好 或是说好 那好了我们要鼓励啊 不好了我们要谴责啊 我也支持说什么新竹苗栗啊 假如有弊案就赶快办嘛 那假如说季隆 他现在他这么这么的勤快的在办 而且你说要有证据 因为他现在是讲说 他的那个 那个去去那个 好像谎报 议会的一些 一些特别会的支出嘛 拿不实的花票 拿什么名牌 去买名牌的花票去报嘛 包括秘书也承认了嘛 那这些的话 那我们支持不支持办 当然要支持办啊 对不对 把那些 那些那个贪腐的 全部把它抓出来嘛 那现在 包括我们 我们刘文雄委员 他是基隆在地人嘛 他最清楚嘛 他认为说哎呀 林又昌也没什么好 对啊 他说林又昌也没有很好 林又昌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人 那国民党推出来一个很 他说林又昌自己也是在地生根相当久 不是啊那假如说是这样没有很好的话 那在地人讲的最准 也不是我讲的 那假如说国民党提一个很负责任的替基隆提个协力公 那当然为什么不支持呢 那为什么一定要什么事情 要用政治来考量呢 对不对 所以你假如说什么事情 都是用政治的一个思维来看的话 那这段选举期间的话 简单都关门了 大家都去办了什么 都可以去休假了 那关门都先不要做事嘛 等选举完了 再来办案嘛 我是不支持 来鲁鲁我们来看啊 目前这个蓝营啊 执政的县市 大家在讲说所谓的六大金困选局 台北市跟季隆不都包含 所以现在绿营喊出 坐酒逛食抢食衣 这样子的所谓的比较 我们再看 蓝营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来看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连科对决 因为今天刘委员也在现场 刘委员确实在这两天已经 这算是在表态 哇动作非常的大 但是他表态不止表一个 他就是没有遇到连胜文很奇怪 我们先来看看 亲民党要支持谁 是不是不言可遇 来看这段报道 我会在市场给问的网站上 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们有比橘子调 更有建设性的问题吗 瞬间爆局这一握 连续想自嘲国美民 哪知意外捏爆这颗橘子 竟和局营亲民党 两子结大了 爆局这个举动 我们有支持者 是有一点不谅解 东方东正 对 谢谢 谢谢文雄 谢谢文雄 谢谢啊 谢谢啊 有人不有暴局是什么 他把我们连带 当着柯文哲的面 亲民党副秘书长刘文雄 毫不客气调侃连胜文 还私下对柯P 赞誉有加 对于这个宋主席的政界 也蛮支持啊 而且也都牢记在心啊 我觉得他似乎比那个 爆局的那个人 更贴近亲民党 就是也在柯文哲登记 现场的这位议员 本来原本讲好 要在这个大安捷运站 让我帮他站台 就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有一些这个共识 连续还赶忙澄清 因为一旦橘色大吉 倒向柯文哲 对宣经肯定雪上加霜 但亲民党刻意宣战 不止在柯文哲登记参选日上 一路陪同握手祝福 甚至营造巧遇桥段 明明党员比柯P 遭到十分钟 却依旧礼让发言 柯文哲告诉我说 我可以不可以 跟你们亲民党的 这些候选人去握个手 我说欢迎啊 主席那个时候 把政线给了两方嘛 看样子柯P 比较认真在选 除了整合范绿阵营 柯文哲极力突破蓝绿铁板 因为宋楚于十月 就会决定支持人选 联克其中一阵营 只要能获得 亲党鼎力相助 或许就会成为 压垮敌人 最后稻草 好各位 我们来看这个 联柯的民调 事实上现在 柯文哲是大赢联盛文的 各位我们来看 蓝中之蓝的 大安区谁领先 柯文哲 刚在新闻报导里面 看到刘伟源 那是不是代表说 亲民党现在也表态了 哇亲民党表态 但是我们刚从基隆 谈到台北 亲民党也没有 自己的市长啊 刘伟源说这个基隆 应该有一个好的市长 但是啊 刘伟源现在就算表态的话 也来不及了 因为登记的时间 已经过了 好重点还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亲民党 这个暧昧的恰恰 到底是跟谁跳呢 是跟绿军跳 还是跟蓝军跳 过去泛蓝的大整合 有黄色的 有橘色的 有蓝色的 但是啊 联柯文这个动作 其实他是开玩笑啦 他是跟这个 这个卧草啊 这个论坛说啊 市长的问题里头 他向这个网民啊 还有这些乡民们 来表达他的善意 可是啊 一捏啊 表达的善意给乡民 却捏到了这个 好像亲民党的痛处吗 市长好 其实我们知道 刘伟源等一下 自己可以先说吧 他不只跟这个柯P啊 来提到 其实包括了 像是其他的一些候选人 只要是在野的 他都问候了 也都希望他们当选 那就是 唯独没有遇到 连圣文 他说 圣文如果我有遇到他的话 我也会祝贺他 动算动算 但是回答的 好像有点犹豫 有点言不由衷 等一下我们来逼问他 但是啊 这里头啊 其实蓝军现在非常需要 亲民党 还有新党的大团结 为什么 在大安区传统的 这个票仓啊 这一次 大安区得罪的主要是因为 根据我们的了解 12年国家的问题 在大安区这种文教区 对孩子教育 非常注重的家长 这次对国民党是非常失望 就算不会把票投给柯P 他们会选择当天放假 散步出去玩 是不是11月29号会发生这样子呢 胡大哥 可能性存在 我并不是亲民党员 但是因为我今天看到联合报说 亲民党党主席 宋子席会针对柯林问题 实力表态 我是旁观者 我觉得蛮怀疑的 亲民党也有私人要选 宋子席有必要表态吗 以我对他了解 他蛮审慎的人 应该不自如 大家以这个文雄为主 话为主 也许你会爆料也不一定 我要谈 专谈联科 我谈架构性问题 主要主持人问题 我想起这个莎士比亚说 伟大有三种 人伟大 一种是天生伟大 一种是混斗伟大 第三种是 这伟大是别人捧出来了 我现在问说 柯一师或盛文兄 你们的伟大 是别人捧出来 自己就有这个材料 他们一直成为新闻焦点 其实对其他现实是不公平的 主要是 他们的确很多戏剧性 更不用说台北是首善之躯 我先谈柯文哲 这次民进党是 没无塞被 使马当火马一 用无党形式 其实是 柯一整个人是胜利的 大家 我是墨利 甚至台独基本教育派 我跟他谈过我也知道 但是他有他的策略 你看 柯一师的民调一直保持45% 我说的玻璃天花板 要打出细缝非常困难 他很快 他在选民表态 已经表态清楚了 勇于表态 你看柯一师最近的动作 盆蒋经国啦 昨天参选婆婆妈妈 变屏风表演班啦 包括928不参加民进党党庆 这叫做去民进党化 也就是在民调上 持赢保态 希望跨过50% 这意向非常清楚 要从这样看 林胜文 始终保持这个民调 大概30%上上的波动 也就是跟柯一师 还是保持十到十五的差距 十好十坏 但这差距应该这样子 我几天前 我特别请教一位 也是林胜文 算身边的幕僚了 但是他也是资深的 思议尽点要选 我问他说 为什么 你们的30%的患男性文 不表态 不回流 他脱口的时候说 蛮久执政的 绩效问题 或许回答 一半 我不认为 我认为他只回答一半 也就是林胜文本人的问题 也要负一半 一半责任 我希望林胜文的幕僚 本身要看清问题 包括四刚兄 我简单说叫 地宝效应 什么叫地宝效应 你对一个大学刚毕业 只有22K的基层职员来说 我要选一个 能搭他上去吗 这种相对剥夺感 我每天通勤 加班 累得要命 是这种中产阶级平凶化 投射出来 我明最清楚 包括 不要低估这个地宫有效应 会加深小市民的夜深说 怎么社会如此不公平啊 是不是 姓刚好那么巧 地宫有了那些人也住地宝 都会联想的啊 就像胖大人一样都会联想 这个联想是很快 会连接起来的 包括林胜文先生的专业表现 我常说专业是热情责任感判断力 林胜文先生或许是好人啊 好儿子啊 有这样的好丈夫啦 但是不是好市长 那写信的换来三十不回来嘛 最经典一句话 我不论他的情绪用语 顺耀门律师讲的啊 国民党怎么会提 林胜文这种当候选人呢 我觉得不是一句话而已 你需要很多 这叫深男观点 有他观点 要面对现实 我对林胜文先生这样说 为什么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情绪用语 好我现在谈变数 不是 今天就随赢随输了 一 泛男百分之三十选民会不会回容 回到基本盘 如果回容 那林胜文就当选人啦 第二年轻选民是没有错 绝大都是挺科 8比2吧 甚至你看到到手头竹才8比1啊 但是投票率礼拜六 他已经投票吗 这是很大疑问剧哦 好 当然还有第三个突发事件 危机控管能力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罗书蕾 下礼拜会不会丢出血地址啊 我也不知道啊 血地丢出来你的回应怎么样 或血地址进到怎么样 都还在观察 第一次就是 连科两位不断有犯错跟失言的记录 媒体炒作就会翻盘 然后我讲结论 我是从都会选民来看 给两位做参考 报复了 都会选民必然 独立性抢 东京 首尔 大阪 巴里 伦敦 纽约都一样 所以常书线 执政党跟这个 中央跟首都不太一样的 第二 台北市民的确希望改变 基本上过去的市场也没有多大改变 他改变 第三 我强到这里 都会选民对政党人物 挂政党的政党真的是极度厌恶 你要抓住这个卖动 这个卖动也许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你抓动你可能就赢了 我希望各位抓住卖动 同样的我要请教你们 连科两位 你们的伟大是自己努力的呢 还是别人捧出来了呢 我想人民自己会做出判断 好来 六委员 清明党已经正式表态 挺特稳哲包含宋主席十月份表态 没有 在这边可以很明确讲 清明党的内部 包括宋主席在内 从来没有对这个事情 做任何的讨论 因为今年的选举 我们没有任何的市场候选人 所以我们所在意的是 我们的市议员候选人 是不是能够席次增加 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那至于说这个前天的握手 其实我回想起来 我在年初 我在一个台北市后备宪兵的 春久的场合 我也帮林盛文站过台 但是同那个时间 我也帮民进党的周伯威亚 副议长站台 为什么 周伯威亚也服务宪兵议 那林盛文是很多的宪兵的顾问 有个周顾问 特别带他来 客套话一定要有 所以昨天 各位不要忘了 因为 佛光源也是蛮委屈的 新闻都不登他 我也叫他佛市长当选了 就没有人理他 你很讨厌 所以你现在讲这客套话 这个跟我觉得 他原来是客套话 是在安慰连盛文吗 我在想 每个人都会这样做了 因为我 第一我不是候选人 那我想 我亲民讲 去各种考量 给各个市议员 你说我们刚才林国省议员 他就带他去握手 就很自然 可是虽然亲民党这样讲 我觉得现在泛兰的危机 在于亲民党不表态 为什么 亲民党的态度就跟现在很多 大安区的深兰的朋友一样 我宁愿不表态 但是我也不支持柯文哲 像林国城议员 还有其他许多 像黄山议员他们 他们其实不太批评 柯P或民进党 他们很多还是会从 好龙兵一路 骂到国民党中央的职责 那这样的态度 不是代表大部分泛兰群众的行程吗 泛兰的群众怎么想 其实 当然我无法去做任何的社会了 亲民党 曾经 包括宋主席 尤其宋主席 你把他杀了以后 扑开他心上 内心深处是非常懒 但是那个懒不是马英九这个懒 是金国先生 蒋经国先生那个时候的懒 那个是有理想 有理念 清白执政 能够带领国家往前走的一个懒 现在是吗 宋先生在2004年跟联赞主席 严宋佩 2006年把亲民党整个送回国民党 我们换得什么 没有想换得个人的 一个席位或是一个职务 没有 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但是国民党到底做了什么 尤其马英九先生 马先生 我现在不想叫你总统 你在毁灭国民党 所以我们就告诉全台湾的国民党党员说 这个不是国民党 传统的国民党会执政也会选举 可是马先生 你这个叫马金国民党 或者说金普通在你上面 你在下面 那叫金马国民党 那个不是真正的国民党 那应该这样讲 是马英九自己不争气 现在新兵党 我不承认我们是泛兰 不要再叫我们泛兰 我们觉得很丢脸 除非国民党 真正的国民党回来再说 如果不是的话 现在这边 这个歹死烂活了 有什么意义呢 你像一个基隆市考成这样子 台南市考成那样子 基隆市这个 假如林永昌今天有看到我们这一集的话 他就深刻的检讨 假如当选以后 他就努力去做 基隆市又变成绿大越南了 各位以为 屏东 高雄 台南 以前是绿的吗 不是 我在当兵的时候 这蓝大越南 达到不得了 成几个核是什么 一点一滴失去了 台南市 也不过在这十几年才变成这样子 二十年前 各位如果记得的话 两个国民党提名 两个不是提名 两个国民党的候选人 跟一个陈水扁 陈水扁还要假死 还要说他中毒了 结果还是不会当选 所以那两个人绿大越南 没有 甚至2008年 马英九的票还比线航宁高 高雄市也一样 马英九的票都大于蔡英文 那怎么会 绿大越南 不会 是马英九不争气 您刚才讲到执政的问题 我必须说 我为什么刚才挑 今天上午最小的事情 你去辅选 党主席辅选 天经地义 你刘文雄每次喜欢骂 骂马英九 你怎么连这个事情都可以骂 对不起 现在台湾人民关心什么 不关心谁当议员 谁当市长 是关心那个 所谓的 那个 那个 那个收水游戏 到底怎么办 嘉义话 你不要像个 缩头的茶渣 那会被告的 你怎么还在 你怎么 你怎么还在放话而已 你要不要在第一线来 带领这个 这个叫什么 要 食药组的 这个署长 叶明公 去到高雄 屏东台南 现场去看一看 你到现场去 闻一闻 那个收水游的样子 你在台北这边 你怎么知道 什么叫收水游 结果你们在那边 讨论的结果是说 赶快变成 劣职猪游 这个都可以装假吗 所以 委员的意思是说 一个是 马总统的 一个关键的因素 可能院长 嘉义话院 也这些关键因素 这也使得 蓝营的选票流失 回归 我们再来看 这个联科 事实上会不会 我们在观察说 这两个阵营的部分 他们形成差不多 跑市场 有没有 很喜欢去跑市场 现在林顺文 锁定的是 顾女的选票 因为她年轻族群 流失了 好 两个精英 两个素人 他们在政治动作上 或许没有 这些老前辈 那么熟练 可是他们现在 非常厉害的是 做这个数据的交叉分析 来找出自己的弱项 这么想请教黄尔媛 其实民进党 在这个背后的关键 当然 我们刚刚看到 胡大哥也提到了 柯P的一些 你也没有跳出来 立刻反对 因为他毕竟不是民进党 可是你们在 北市的关键 有人说这是一个 历史的统计学 因为什么 过去唯有 这个无党籍 在野的大联盟 特别容易上 民党这一次的 表态的暧昧当中 这个艺术 怎么拿捏 分寸 有人说 过去 很多个例子 就是说 以台北市来讲 尤其首都来讲 首都跟中央执政 常常是不同的 取得 陈锤扁 跟李登辉 陈锤扁当总统 之后 马英九 当台北市长 可是 问题是 这所谓的这种 钟摆 或是首都 跟中央不一致 这个统计 长期 这个期间 不够长 这只是这几个例子 所以说民进党会 为了说 这个 这个所谓的 要让2016要上 所以这个时候要推 要让这个 科幣上吗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其实 米娜当初 是非常有企图心的 包括 刚刚提到周伯雅 后来中间 后来退选 吕秀莲 前副总统 姚文志 许天才 这么多人 大家都想选 台北市长 过去从来没有 这个情形 台北市监困选区 记不记得当初 这个谢长廷 要去选台北市长 大家推半天 说 还有没有人 我们不能选 尤其前一届 事实上 姻缘选的 跟马英九 选的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现在要选 大家还是要推出 有没有人可以选 就成体何时 从谢长廷 到四年前的 苏贞昌 到现在 变成大家都想要 去监困选区选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 民党 自己是对自己 慢慢建立起信心 而且事实上 在监会选区 虽然 在苗 不是在苗栗 在好几个地方 新竹县 何时尔街 民党没有推出人 我觉得是我们 自己要检讨 要努力 但在台北市 当初柯P要出来这些 民党是很多人 想要选 甚至在整个的游戏 包括游戏规则 包括整个怎么竞逐 怎么样民调 都没战 没战 大家都很有意见的 到最后柯P出来 我觉得做一个政党 不要说愿赌服输 你自己要守自己的承诺 当初柯P要跟你整合的时候 你是怎么讲 所以民党 专守自己的承诺 现在支持柯P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但是柯P整个团队 你看 包括这个三月学运的人 也有去 包括很多 有些公民团体 整个选 包括姚立明 总案 首案是姚立明 整个选举的 整个主轴 整个选举的核心 民党没有那么多人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以民党来讲 对于台北市 我们还是以 以这个市议员为主轴 然后跟柯P密切配合 柯P去帮 新民党的人站台 在同一选区 还有民进党的人 在同一选区 还有民进党 那新民党上了 但跟民进党是竞争关系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 而影响到整个民党 竞争 我们看到现在 柯文哲 他的民调是大赢 连胜文10% 我们在讲说柯文哲 有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民调 刚吴大哥有特别提到 这是民调 这是目前的民调 很多变数的 不晓得 连胜文有办法逆转胜吗 这两位各提出来的证件 我觉得其实 这个正好印证了这个新闻 新闻写什么 连胜文在上魔术课 这魔术课能不能把地堡变不见 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想把这个民调 变得逆转 这要看连胜文 他们自己的这个状况 但对柯P而言 事实上是有看到一个现象 当初原先各家的民调 曾经有水果报纸 平面媒体 讲说柯P赢26% 后来这个在6月间赢26% 在8月23号的时候赢13% 所以好几个民调都已经看到说 事实上这个差距是有在缩小 缩减的原因是什么 蓝营的开始归队 甚至于在台南市 当初讲了这个赢清德84% 他的对手只有4% 可能吗 即便蓝绿再怎么逆转 总是有一些基本盘 所以我觉得其实随着选举的投票日越来越接近 蓝绿开始这个归队 尤其绿军的表态率已经非常高了 蓝军的归队的这个现象 是柯P阵营值的思考 如何让蓝军的这个归队 譬如说柯P刚胡达哥说的也非常对 就是说他对于蒋经国的表态 虽然是follow my mind 但是事实上他有没有这样的 他什么时候把他的内心世界讲出来 这可能有十几点的选择 所以负面选战对柯文哲来讲没有效吗 我们在罗文哲这边听了相当多 有关于这个柯P这方面对他的进行 罗文哲现在在蓝中之蓝的大安区 他的民调是领先 大安区耶 柯文哲耶 民调领先 连胜文耶 连胜文有办法逆转胜吗 刚刚我们在讲说 今天罗文哲是不是有其他的血滴 只要再一次丢出来 罗文 那个为什么柯文哲会在那个 原来大家认为说传统的 那个蓝军的那个大本营 那个丹文山或是松山信仪会输掉 比如刚刚胡大哥提了嘛 就大家对于这个 马总统的一个执政的一个不满 尤其十二年国教 还有年终卫文经的把它删除掉 因为那个都是经教区嘛 那个建村 你把那个年终卫文经把它删掉的话 那大家都是心里滴血啊 所以当然就是把这个 对于马总统的一个不满 就反射到林胜文身上 那这样的话到底会持续多久 我是认为到选举到最后的时候 这些所谓深蓝的支持者 他会想 那我假如我不去投 我不去投票的话 那就柯文哲当选了吗 那他们就会难道他们愿意看到 他一直在所谓号称说是要在野大联盟 他一直要冲那个那个最 那个票数的一个极大化 可是当他冲这个票数的极大化当中 他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嘛 会一个一个很矛盾的一个冲击嘛 大家都知道他是很深绿的 是墨绿的 而且他本身的那个压根子的那个血里面 流的就是台独的血嘛 那清兵党 清兵党是反对台独的啊 包括新党也是反对的啊 那台联是阻挡台独的啊 那他要再跟这两个 两个的政党 要合作的话 那假如他去见那个台联的主席 台联主席请他说 你支持台独呢 还是支持那个统一呢 还是怎样 那他会不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国会 到新兵党讲一套 到台联又讲一套吗 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讲说 哎呀 讲军国时代的政府的官员 操守跟政杖的关系 都很严格的规范 所以要成为我们台湾政治的典范 后那就又有一群那个 生理就出来骂了 那假如说 大家认同 也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认同说 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的 他认为讲军国时代 都是很 那个至关 很严格 那个很亲自 很爱民的话 那以前 以前这些民进党的支持者 在骂 说国民党黑金 骂国民党贪什么 贪腐 骂国民党什么 威权 那他们是不是要站出来道歉 因为你现在你们所支持的 柯文哲 代表着你们的话 是对蒋经国是 再许有加 那以前骂的人 是不是要站出来道歉呢 那好 那假如说是国民党 你说好 没有国民党还是很烂 那国民党就是蒋经国 再来就是李登辉啊 那你讲是不是李登辉很烂 就你们假如说这样分的话 那是不是在讲以前 那李登辉的话 执政就贪污那个那个什么黑金 那被李登辉举手说新台湾人 不是啊 那这样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是顺着这个逻辑来走嘛 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那台联会不会跳出来 所以这个什么所谓在野大联盟 就是一个矛盾大联盟嘛 你怎么去在野嘛 因为你压根子就是什么 我是接受有时候就是说 你刚才你都表态嘛 你就是什么 你说我就是生日的 我就是为了我的理想 我去拼 那这样的话 那人家反而会得到尊敬啊 否则的话 你看包括像有很多人 包括那个民进党的一些立委 什么段仪康啊 还有包括那个 像我选去的那个什么 黄信介的侄子啊 他们都站出来 说你在干什么 所以也产生一种矛盾嘛 那当然 柯文哲为什么会他会比较 受年轻的选 年轻的这些选民支持 就刚提到嘛 就现在 等于很多年轻人 他认为说 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可以去住地保 我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像连胜文有这么好的条件 那心里面有一种 有一种恨嘛 或一种嫉妒嘛 那尤其是柯文哲 他又提出来说 我要在台北市给你们 盖五万户的社会住宅 多响亮啊 多那个 可是当柯文哲造了这个 说我要在台北市 给你造五万户的社会住宅 假如这个梦 是个空气的话 打破的话 那我不相信 还有很多少年轻人要支持的 柯文哲他当时提出来说 他要做社会住宅 五万户 他讲的是说 他说台北市 有198公顷的土地可以盖 那这个198公顷的土地 就是他的花园人 就是他讲说是个简性议员 向台北市政府调说 你有多少空地 有建筑空地有多少 他说198 那现在台北市 那现在国有财产局把他打枪啊 他说我们虽然有198公顷 没有错 可是125公顷是国有非公用土地 73公顷是国家安全机关所用的土地 他从资料上初步判断 这些土地并非都是地形荒整 可以单独建筑使用 有的面积不到一平凡公尺 而且地上虽然没有建物登记 但不代表没有使用 有些是各机关目前使用的范围 所以这个梦又睡了嘛 没有嘛 所以等于又是一个空爆弹嘛 那假如我们一一的把他检验下来 包括我自己有对他的一些质疑 但我们会把一一的政绩呈现出来 那他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神 就明天敢所造出来的神 那这个神会不会戳破呢 路远从柯文哲不会装叶克膜 一直到柯文哲把病患当百老鼠 这个礼拜您对他有什么新的执政 包含这个社会住宅一次的空爆弹之外 这个礼拜对他新的执政跟建议是 我想因为现在中秋节嘛 大家先轻松一下 那等中秋节过后的话 因为他礼拜我有讲过 他登记完了以后我会公布 我一向讲话 重承诺 有多少东西讲多好话了 那其实我讲他的 比如说第一个 他不会装叶克膜不会开刀 不是讲嘛 你就举一个例子出来 是他亲自站在手术台 自己操刀了有没有 到现在没有嘛 那他叫我举证 因为他没有开 我要去举证谁啊 因为我没有棒格嘛 所以我举证 当然我举证不出来啊 那他有要举证嘛 那欺负小护士 我会把资道拿出来啦 他的秘书也承认啊 只有他的秘书有拿五千块 其他半夜去帮 那个妇病人喂药那些人 没有拿到钱啊 那这个不叫欺负 人家还要叫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是讲说他也没火烈啊 包括他的秘书蔡碧如也公开的讲说 罗书雷讲的是对的啊 所以我没有乱讲他啊 那他说他要去告我 我说我讲话负责任嘛 我放弃沿路没人的钱嘛 对不对 那他说我讲的不对 他要去告我 那来告啊 到法院来讲也更好啊 到现在没有告我啊 我天天都在等 我每天都去办公室 第一件事情都说 问我的助理说 有没有法院的船票啊 对不对 我还想被告告看啊 那到法院去的话 真理越辨越明 那我是认为说 什么叫抹黑 什么叫检验 没有证据讲的话 那才叫抹黑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就讲 那个乌贼说 哎呀只要人家检验他 批评他 就想说哎呀抹黑 什么以昌案 或是什么案 那讲什么案都讲以昌案 这是侮辱了蔡英文 好所以我们在看这一次的台北市的选举 还真的是一个负面选战 连科对决 这负面的选举当中 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看 雷神所有人要拿出什么 不过立宏 刚刚蛮重要的 其实罗文人特别提到 他觉得柯文哲 这个自己本身的意识形态 是不是会影响到 他现在所做的这些动作被质疑 包括说他提了蒋经国 在绿营里头是引起了 不只是涟漪 这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反馈 但是另一方面 其实民进党里的歌派 也没有特别说话 包括党主席乙将 蔡英文对这个其实他是保持沉默的 这跟民进党里头的利益 或者是势力的牵扯 在柯文哲身上 是不是也呈现了一种矛盾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你可以看出来说连柯两个人都试图去从他的比较弱的地方去着手了 那这个连胜文去捏爆橘子 但是也引起了好像清党有点不满 那这个柯文哲呢 好像也试图去往深蓝的这些选区去拜票 今天好像还被外省的这些这个农民老伯伯 嗆响你不要来骗选票 所以基本上他遵蒋经国 对于深蓝的支持者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他们就认为你其实是来骗选票 而最近这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看出来 包括连胜文阵营 包括以及他的一些相关发言体系 包括国民党的一些政治人物都说这个柯文哲骗选票不会有用的 但是呢确实也在绿营里头 它引起了很多争议 不过我都觉得这都是小波兰 这都是小波兰 关键还是在候选人最后的 这个所谓的条件本身的这种比序 其实现在选民关注的是什么 我一直觉得就是候选人 他应该注意到现在选民关注的其实应该是这个吧 这个月我们的这些弹斗鱼肉 这种食物类在涨了 外食又高达就是67个月来最高 花钱还买到桑生的 对现在其实生活真的是大家过得不好 房价又高房租也高 其实年轻人说实在的真的生活很痛苦 那也正是因为年轻人的生活相对是痛苦的 薪水又低 那连胜文的条件 就是他人家有钱 他太太有钱 就前一阵子这个桃哲的这个结婚 你看连胜文跟他太太出来 我真是觉得真是绝配 你看他浑身的名牌跟首饰 我看戴上他太太真的真好看 但是请问 就是说你也觉得说 连胜文跟这个跟他太太 在那样子的一个 这种演艺圈的这种场合里头 其实是很搭的 但是我必须讲 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 跟现在为了要三餐拼搏 每天为了要省钱 一餐把自己这个可能为了要存钱 他一天给自己不能超过一百块的伙食费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吃一些 地摊 吃一些相对便宜的东西 好那这一次这个收水油 全中 我告诉你 那种多重的悲哀 我觉得这里是连胜文的天欠 就是说你要去争取这些 这种为了三餐拼搏的 这些年轻人的这种选票 其实这是需要制度性的问题 而且现在马先生的 他们政府所提供的 这个眼前的这种条件 本来就是让连胜文难以跨越 让连胜文 他绝对会失去 他在20岁到39岁之间 年轻人的向心 所以去网路上去跟所谓的网民的这种所谓的对谈 我觉得只是文宣效果 我觉得文宣效果是大于实质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场选举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台北市会是国民党的这种所谓的弱势选区 国民党在台北市怎么可能会弱势 尤其大安文山 连胜文的民调会输 我真的不信 民调也许会输 是因为蓝色选民 他是隐姓 为什么会隐姓 现在说实在 你要敲锣打鼓 我挺马英九 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敢说吧 很像 所以在面对民调的时候 他不会表态了 但是你说投票的时候会不会出去投 这是关键 最后昨天到这个追追追来 他说未必 有的蓝军就说 他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出去投票的动力 但是我相信 很多蓝军隐姓选民 到投票的时候 还是会出去的啦 连胜文不可能这么弱势的啦 因为在台北市 现在的民调显示 真的让我觉得 这不是我住30年的台北市吧 完全不像我了解中的台北市 所以我就必须说 这场选举 其实关键 归结起来 还是两个候选人的条件本身 那我还要再谈一下清兵 清党现在跟柯文哲 我觉得 在搞模糊搞暧昧啦 那当然也不止 我觉得清兵党还会跟其他人搞暧昧搞模糊 对清兵党来讲 但是基本上 对清兵党来讲 他各地都有市议员 他要蓝的票也要绿的票 所以你觉得 因为联合报会说什么10月就会表态 我就觉得是联合报在逼宋主席表态啦 那这样子宋主席会表态吗 不可能嘛 其实我跟胡大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宋主席不会表态的啦 我想以前有一句话 叫欺不如窃 窃不如偷 你知道现在就是在都玩那种 这个船子条游戏 或者是打个line里头 写个 那个搞擦边球 但是是真的 真的要 你真的要约了去喝咖啡吗 未必啦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 现在的整个台北市的这个选举 虽然是首都选举 但是我必须讲 因为连胜文不是马英九喜欢 但是马英九会跟连胜文到最后一刻 绝对是合作的 这一点 我想连胜文阵营也不用担心 马英九会扯后腿 我不信 因为台北市如果输了 你马英九 你党主席位子一定要掉 所以我是这样觉得 虽然连胜文不是马英九喜欢 但是国民党的资源 终究还是会非常完全完整的 在台北市下去固本固装 而且他的这种组织动员力量 还是我相信是在全台湾 还是最大的 所以我认为连胜文到最后一定会 他的制度一定会上来的 这是一定的取向 因为这个时候国民党开始用尽全力向下扎根 不表态的会被慢慢慢慢敲落打鼓 会被慢慢的总共会敲出来的 所以我是觉得这场台北市的选举 柯文只要赢 我还是一句话 哪有奇迹啊 是 好来 我们来看目前民进党自己喊出来的 现在是坐久望时抢11 同时喊出来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台中 鸿湖 基隆 其实最主要还是台北市 那其实我倒不像这个叶王哥那么悲观 我在看台北市的选民是不断的成长 包括他自己的思维 你说是否铁板一块 我倒不认为 你从组织面 你看柯P很早就挖了很多蓝营的里长 接下来其实林国成议员 跟我私底下也常觉得 所以柯P人是不错的 那他也第一时间就配合民进党 也推荐了柯P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组织板块的变动 那我们再讲 连圣文其实从他 为什么这个民调会一直这么低落 这是他立场的问题 一开始他是反马 一直讲大明王朝 到现在他竟然是站在马英九的那一边 你说无论是支持马英九 或不支持马英九的这个选票 他到最后总有一方要失去 这就是他最后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是真的马英九加过来 他就真的是加分 我倒真的不认为是如此 还有其实连圣文无法去 再打开自己 其实像这捏爆橘子 这个小举动 我们当然短暂的看他 好像是站在年轻人这一方 但是他还是没有搬出地堡 他还是没有具体的 让年轻人感到 你跟我是一块的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一兵到现在 大家还是认为说 他最后一兵他还是要做 而且还是可能 再把一兵搬到山珠窟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网路上最近的言论 为什么行天宫 现在不在拜拜 不在卖花 不在卖贡品 其实大家有个阴谋论 网路上可能连圣 也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因为父亲要搞都根 一兵一定要搬走 大家立刻把这个印象 投射到连郑营说 哇这就是连郑营 要在那边把一兵搬走的 最主要原因 不是为了市民啊 而是为了都根的利益啊 那如果连郑营还是认为 这跟我完全无关 只是造谣啊 网军啊 然后再来看这个选举的话 我真的觉得 到了年底 大家不会选择连圣文 再看到你看 这个后续的效应 当年连圣文去做登记的时候 港湖区的这个国民党议员 并不愿意陪同他去登记哦 已经明显的告诉他 你如果这么硬干的话 我们也不会支持你 所以连圣文的铁票部队 已经松动 那我倒认为 柯P过去给这个人家印象 或许成 就像罗索委委员所讲的 可能声率啊 但几次我们在看他的发言 其实他心里不是如此 在野大联盟 引然呈现 我们也期待真的 这个城市能够进步 在野大联盟 是个很好的一个未来的方向 其实国民党除了艰困选序之外 我先补充一句 柯文哲也支持把一兵搬走 所以假如说是支持把一兵搬走的人 都是说为了都更要炒地皮的话 那柯文哲也是炒地皮 那邢天公烧香取消掉为了环保 那柯文哲就站出来讲说他反对这个 他也反对说 说那个 邢天公还是要继续烧香 那邢天公要不要烧香跟林盛文有什么关系啊 也不是说林盛文他去主导的啊 所以假如说都把说邢天公 把那个什么香取消掉 就所谓的阴谋论 就是要炒地皮 不知道要炒谁的地皮啊 林盛文哲有做回应吗 完全没有 所以我的行政 那你可批你就表态嘛 可批你就表态说那你反对邢天公 还要继续去烧香 还继续去烧那个金杰 对不对 金杰在我们的鞋 对啊 要继续烧香嘛 那你就要表态 你支持继续烧香 因为你反对说 因为是那边会有那个都更的什么阴谋 是刚刚其实我们平心而论 其实马市长任内在内湖也做都更做重画 就在现在美国大使馆那边 那边的房价从稳定成长已经翻倍 那地方创造的一个商圈 当然附近居民都非常满意 那其实如果说撇开这个刚刚所谓阴谋论 市长做都更没什么不好啊 那林盛文为什么这个事情 他可以再更积极再继续把它延伸下去 他说一定会做啊 他后来坦白讲我先回应一下 黄艺人那篇网路奇闻啊 其实当天天晚上我就看到 我从头到尾看了三遍 大概我觉得是跟科幻小说的逻辑差不多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不用对每个网友的一个科幻小说去回应 那的话我们的发言系统 发言24小时就不乖机了 那另外好 就谈到其实是一兵的事情 他已经后来又再三讲一次说 一兵一定潜移 而且把地方作为这只租不卖的这个社会住宅 那签哪里啊 我觉得签到哪里 签哪里才是要解决 否则这十二十年来多少市长都要签啊 不是我有补充 我不懂因为我有建议他 我说西上二兵要比很多国外 你就往上盖嘛 还有二兵后面有很多的空地在那个地方嘛 那二兵的唯一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停车的问题 跟他那个道路狭窄的问题嘛 那怎么样去挖地下停车场嘛 所以这个可以解决 解决的不是没有解决的 所以所以你就搬到哪里 所以二兵跟一兵 我是建议这样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那就是二兵就是把他加进 就把一兵 因为他二兵只有八个厅 因为一兵现在已经没有弧化 没有那个 没有塔没有拜了 所以他就直接只是一试而已嘛 那只要再加盖几个厅的话 就解决了嘛 那就是交通的问题 跟停车位的问题嘛 那总比说 如果这么好做 那为什么前几任市长不做呢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 事实上现在 郝龙斌已经在扩建二兵了嘛 那为什么一兵还要签呢 不是啊 如果这么好做 二兵扩建 那郝龙斌早做了嘛 应该有早做了嘛 扩建二兵的话 那就是计定嘛 就把 我跟你讲 你把他搬过去就够了嘛 所以确实如此嘛 那总比说 那刚才讲的 要把一兵跟二兵搬到哪里去 搬到桃园 送到机场去啊 对不对 那你支持嘛 那到现在最起码 连总他很负责的 我就是签到 要签 我那个地方要盖社会住宅 而不是 柯文在讲的 所谓一百九十八公顷 都是不完整的土地 甚至有的才一平弯公尺 到现在他没有回应啊 那你的土地在哪里 五万户你要盖在哪里嘛 讲出来 我把他补充完啊 所以这一支一兵的事情 这样 我想连总已经确定 讲了 就是以后他在当选上 他要把这个签走 不管是 把他做这个 这个青年的这个社会住宅 或是对于附近的环境 把他再做提升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 一个负责任的态度跟做法啦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 柯文哲的政界 坦白讲很多地方 都模模糊糊啦 而且大概基本上 很多是好红兵好市长 现在在做的 那我现在提一个问题 我现在基本上 对于这个局营的事情 我觉得个人还蛮关心的 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捏爆局 当成一个太震惊的事情 捏爆还给人家吃掉 我们不要浪费食物啦 把他捏爆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我想秘书长不要在意啦 这个有趣啦 那我在想 科技有时候就会引起争议啊 我想这个争议还算少 台南市的国民党候选人 黄秀双弄了一个影片 结果一个抢匪 你知道他穿着什么裤子 演抢匪那个 他穿着南伊州的裤裤 这个东西就让黄秀双撤啦 OK我想 你跟归男 每个候选人自己的正硬 为自己的文圈负责任 那我想这个部分 在很多网友 坦白说是站在有趣的观点 觉得OK 然后那个鱼妹妹 我想比较绿的鱼妹妹 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事情 那我回到刚才那个 范南的这个观点 我想 柯文哲常常讲说 follow follow my mind good follow my mind 把5000个停车位给取消掉 follow my mind 把这个松山记长取消掉 那follow my mind呢 就是 去年12月讲的是 如果选上北市长 就是放扁出来的最佳机会 如果follow my mind呢 就是柯文哲去凯校当学生 那我在想 那我们点出来 好了 你也支持 他说 那支持的话 他说 他选上市长是他最佳机会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不是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 清明党对于他过去的 这些的主张 他都赞成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要思考的地方 那第二个 我们大家过去对于 宋楚瑜主席的大是大非 反正我个人很钦佩 我在2000年选举 都是支持宋楚瑜 在长一段时间 都是支持宋楚瑜 支持清明党的选举 那连赞不敲你的头吗 我不怕啊 对不对 我们有个人的主张嘛 就像每个都是独立的选民 也不是一个政党的绵羊嘛 所以我们自己有 可以独立的判断说 宋楚瑜在这件事情上面 可不可以做得很好 2000年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以把 也许有机会的话 他可以把台湾 带给很好的一个方向 那时候我们是支持他的 那再回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今天这个台北市的情况 那柯文哲有这么多 具体主张的时候 我想清明党是不是 也都支持这样的主张 因为我不问的话 选民会问 是 选民会问 所以我觉得 要站在这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 那再回到来 不错 我觉得今天选举 为什么大家 感觉好像连胜文 比较辛苦一点 其实坦白讲 私底下这个知道 其实很多民调眼睛 都在拉近当中 都在拉近当中 那他辛苦 我觉得他必须在最后 这段时间之内 凸显他的特质 就是他的怎么样 能够帮台北市 能够再提升一个境地 就像刚才利用大哥讲 现在很多年轻人 好的工作不好找 我现在讲的是 好的工作不好找 这个薪水高的工作不好找 这个部分 其实在每个城市 他都有责任去带领 这个城市的 整个经济发展 或是就业增加的这个责任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人 到底有没有能力 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最后一段时间 选民会做这样的比较 那你有谈到说 为什么像蓝音好像 这个表态率很低 闷闷的 闷闷的 我前两天碰到一个 三十几岁的专科医师 他跟我讲说 你们不用担心了 我们就这个最后 大家虽然在闷的是不讲 但是我们大家最后 还出来投票 叫这个联盛文 不要在那口水站上面 跟柯文哲 在吵来吵去 大家还是会去思考说 谁能够能力 带领这个城市 往前进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自己下来 会碰到很多 沉默的选民 那事实上我们也碰到 绿营的选民 我们碰到绿营的选民说 为什么这次民进党 不自己推人出来 他对柯文哲 也有些意见 所以其实在这两边 两厢之下 其实都有一些 抵消跟增长 所以最后是怎么看 说每一个候选人 把自己的支持者 愿意吹出来投票 那我觉得 连振营那边 现在还插一把火 把那个火 那个开关点燃之后 我想他的选票 可以慢慢逐渐的归对 我们扩大来看 我们来看就是 现在民进党 自己喊出来的 他说要做酒 忘食抢食一 真的有如他们所期待的 这么版 我们讲这个版图 版图的饼这么大吗 果真是如此吗 我讲具体 我来做的很快的扫描 但是我只回应四纲就好了 有时候政治上 不表态就是表态 不一定说一定要 我一定要表态 不一定的 北台湾最文者 就是朱立仁 他是领头羊 但是显得也力不从心 毕竟谢立功跟林世文 还是处于逆境 比如谢立功 今天其实基隆 跟台北是这样子 我觉得游锡坤 大大对不起 我不是针对他的年纪 这个五五千岁 在制造问题 我觉得他 他没有创意跟爆发力 如果当初是 罗志正或装素案 都不一样 其民进党也产生 这种新形态的 其柯文则算 罗志正 或者装素案 或者是蔡英文都是 那游锡坤问题 他的寒土 他虽然有一阵 穿很年轻 眼睛全身都年轻的 但那个Few 跟都会选民 因为新北市移民能口 那种Few 格格不入 没有变 游锡坤 据上次选取 20年前 他基本上 跟基层疏离的 所以游锡坤 最要加把劲 2016 就是朱菜对决 我很早就讲了 为什么 哪怕朱元当选以后 换来也会挺 党内最具有实力者 实力是王道 那新北市 谁来补选 再讲 一定这样想的 大卫要紧 所以朱元必然 就保送上来 真第一 吴江不是对手 桃园 我觉得 郑文赛也对不起民进党 那么好的机会 你看 连在地的民进党的主委都抱怨 安 蓝蓝蓝蓝蓝蓝狗狗 都不认真 这差距展现出来了 台中 我一直说五五波 虽然台中是 是求新求变 但是我一直在低估 不要低估 胡志强的政治的难兴 以及前台中线的 红黑两派 陈世凯就是个经验 最为败选的 好 云林 我觉得民进党最为大是云林 然后大家少吵架 这一次 张立山背后的张农蓝蓝蓝 可是来势汹汹 好 嘉义市 本来是五五波了 陈以珍跟图景的五五波 但是呢 在患率突然跑出一个 前台链的那个 陈姓 他从美国回来的 上次他得到14%选票 足以让你图景者落选 所以自己患率要解决 新竹县 其实志永金 说成做复制柯文哲模式 是不是这样子 想再炮制一次 但是我要建议这个 郑友金先生 会不会变成 黄景泰第二 没有踹一弹 像庄武建议在配工 明媚怎么抖斗灰城 你注意到新竹县选举 几十年来 都是联合斗争 党内的 客家人跟客家人斗 都非常残酷的态系 当然跟客家人有关系 你看张碧琴上次 他就不选 各位知道选哪里吗 后来我不知道 哪里选 竹北市长 不可能 阴其风 最后彭湖 要点一下 其从彭湖的 护兴航空固然看出来 他的资源是 分配不公的 这种情况下 陈光复是有机会的 问题是 你如果把那个资源 不公把它展现出来 民进党 这边都要加把劲 所以绿营的部分 真的是坐久望时 抢时音吗 好绿营现在这么稳不稳 其实关键的 我已经刚刚特别提到 能不能更上一层楼 在野的形态 能不能形成 刚刚斯康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 给我也要特别说清楚 讲明白 斯康讲得很委婉 但是我解读一下 就是啊 清明党要不要迷途知返啊 这个所谓 是不是打开心脏 都是蓝的呢 橘皮没有关系 但是要蓝骨啊 刚刚斯康说 这是代表 所有蓝军选民 要来问清明党 在初选的时候 我认为国民党最好是丁守中 我到现在没变 是 民进党最好是许天才 我现在也没有变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 将近24 甚至于更多的26 的民众不表态 就是看不下去 两个宝贝在那边玩嘛 两个宝贝 好歹也拿出真功夫出来 不是清明党要支持哪一个人的问题 清明党反台独从来没变过 从过去到现在 马英九曾经在2005年年底 还差点要把台独 台湾独立 列入到国民党党纲了 他说选项 选项之一嘛 对吧 选项之一的等于就 就像刚才 刚才我们周欣兄说的 不表态也是表态啊 为什么能20年 选项一种表态 人不表态 可能就不一定投票了嘛 所以这一次投票率 是个重要观察 清明党支持能做事的人 从来没变过 因为从2000年 清明党是 不要说清明党之外 台湾人民受害嘛 2000年 曾随便 2004年 因为马英九朱立伦 我要请问 请各位去看看 他们的得票 2004年 年售在台北市得票 能够拿到马英九的得票数的话 也当选了 马英 2004年 如果朱立伦在桃园 也能让年售得到 他当选现场的票 那年售也当选了 请问马英九 朱立伦 你们当时有什么 心里藏什么细节在里面 藏什么魔鬼 今天你不要要求清明党 清明党就是一般的全民 你的好支持你 若今天年售很好 全力以赴 这个柯文哲好 全力以赴 一样 在各县市一样 清明党只支持有能力的人 没有能力的人 不要求求天求地的 这么空天还凉的 没有的 自己留意 也把自己 整桶的自己扣在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你 记得